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又要來開箱 又要來開箱 這個是什麼呢 Samsung的TAP A7平板 10.4吋的 那因為那個長輩啊 上這個線上課程啊 覺得手機一幕太小 就會想說幫他買一個平板 那因為平板不像電腦 就是平板比較接近手機的操作 長輩呢比較容易會操作平板 那那個畫面是大一點 這個A7是10.5吋 10.4吋的 所以算是比較大的平板 這樣子上課看起來 眼睛比較不會滑 好啦廢話不多說我們來開箱吧 那開箱之後就介紹他的 技術規格 我們來看下去吧 那基本上就是中規中矩的規格 那這邊旁邊這邊有喇叭 那這比較有 比較有特色的部分 所以說這邊有喇叭 充電這邊也有喇叭 所以是杜比音效的喇叭 所以在影音表現上會不錯 大概就是瞄準的追劇組 那這邊就是USB Type-C的充電 然後上面就是電源啊 跟音量的大小聲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的規格 好啦我們來 來開機的首開儀式 好啦在等待開機的過程呢 我們來詳細的介紹他這個內部的規格 他CPU是用那個 Snapdraven662 那基本上也是中階的啦 8核心 然後呢記憶體之後搭配13G 那3G不是13G 剛剛講錯了 3G 然後呢你的Storage的話 是有分成32G跟64G的版本 那這次我選的是64G 基本上我覺得內建的容量 還是大一點比較好 因為他雖然可以外界記憶卡 那基本上我覺得長輩在用 他也不會去操作外界記憶卡的一些功能 那我就乾脆選比較大一點64G 那價錢只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就直接來這個頂貴了齁 然後呢在無線的部分是只有Wi-Fi 那也不用到LTE版 那因為LTE還要插SIM卡 還要再多一個 一個那個 網路的負擔嘛 那基本上用手機的分享 或是用家裡的Wi-Fi就可以使用 那Wi-Fi的部分也是有 支援到現在的最新的那個 802.11n的規格 所以基本上呢 Wi-Fi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好啦 這個已經開好機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軟體介面吧 好啦 那我們終於開完機了齁 那剛剛有一些設定 我們就先跳過了齁 那 我們來看一下齁 最重要的 我們來看版本啊 因為至於最重要的就是Android 你要有一個比較新版本的話 可以比較用多一點 支援新的程式嘛 我們來看一下軟體資訊 好那浴宅的話 就是Android版本已經到11了 11基本上就是最新的版本 然後這個One UI Core是3.1 那One UI是Sansung自己做的 UI介面 也是算很新的 那再來是我們看另外一個項目 就是說 在這裡 嗯 點字耶 儲存容量 我們就可以看這個儲存位置齁 那總共是64GB已經用掉了16.2GB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就是說 呃 在這個平板呢 的 儲存容量有一部分呢 是要拿來裝這個系統的OS啊 跟上面的一些預載的應用程式 所以如果你是買32GB的話 它預載用掉就16GB了 所以你看你就只剩16GB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還是要買大一點點 像64GB的話 那這樣還有大概40幾GB可以用 就 在使用上就不會那麼窘迫 好啦 那這個就大概是這樣 那記憶體的部分是 這邊是3GB 一開機用了1.8GB 好啦 基本上它是比較中階的規格啦 所以基本上要玩遊戲 可能是比較困難 但是 應付一般的 比如說你要Line啊 或是要追距啊 基本上是滿OK的 好啦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這個Sansom Tab A7平板啦 對啊 那基本上呢 它這個數算是中階的規格啦 好啦 剛剛忘了補充一點 它其實重量是430g左右 所以呢 實際也是算滿輕的 那不過這個後面這個 金屬被蓋金屬機身的話 還是建議呢 買個皮套把它裝起來保護一下 不然這個 滑的滑的也不好看啦 那 這個產品的定位 這個A7這個平板的定位 基本上是中階的產品 那高階的話 就是它的S系列 對 或是你可以選的iPad系列 這樣 那關於iPad呢 我們之前有做過iPad影片的這個分享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可能在這邊 我在這邊 我也忘記哪一邊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Sansom Tab A7平板 那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掰掰